高雄林園分局陈信元警今年1月遭检警带走羁牙禁舰 因为他涉嫌充当炸团军师 而弟弟就是炸团祝先 时隔3个月 没想到案件再延烧 疑似涉案的元警不止他 曾塞住破获多起案件的红信元警 同样隶属林園分局所属单位是港普派出所 过大追查发现 陈元有透过本分局红信元警 在网络博弈网站下注 红元并从中抽取佣金 令红元是否涉及其他不法 持续深入查处 监警调查他疑似参与期中 而且担任杜博网代理商 负责开放赌客下注权限 从中抽取税签 而且还曾帮陈信元警下注签赌 两人有金钱上的往来 检方这个月14号大动作到派出所等实处进行搜索 一共两名证人五名被告遭带回 红信元警涉嫌刑法包庇赌博等罪嫌 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创灭证之余 向台湾云领地方法院申请羁押 红信元警涉嫌包庇加重诈期 15号下午法院裁定羁押或准 至于另外四名被告并非元警 分别以2到3万元不等金额交报 明信心有正好报道